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說說MIRROR的英文新歌 這首新歌Day Zero 在2024年MIRROR終於推出了他們的第二首英文單曲 今次也邀請了NBA巨星阿Dame和他一起驚喜合作 引來大家相當留意 這首歌在4月4日已經在戚測樂壇12時首播 4月5日在各大音樂平台上架 MV也正式開啟了 這首歌相信最觸目的一個點 當然是跟NBA巨星阿Dame 即是他現役效力NBA的功錄 阿Dame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現役NBA巨星 今次受到MIRROR的邀請成為他們的MV和他一起合作 其實阿Dame除了是一個NBA球星之外 亦是一個rapper 所以這首歌裡的其中一部分找來跟MIRROR一起合作 這首歌亦都代表著MIRROR十二指 成員在巡迴演唱之餘 帶著最好的狀態轉開新的旅程 進軍更廣闊的國際音樂舞台 音樂以外也集結了世界級的專業團隊 無論是Music Video 編舞都是由知名的導演和美國LA著名的舞團 操刀的 Day Zero 亦都是帶著hip hop風格的歌曲 都是MIRROR出道以來都沒有試過的風格 所以大家在昨晚的MV launch之後 大家可以除了聽歌之外 看完畫面 Full隊長AK 其實就說 早於Romas 即是他們第一首英文歌出的時間 已經有第二首歌的打算 AK就說 當時跟他們的Kicks Crew 有合作 因而促成了跟阿Dame的參與 最初知道是很開心 我們開場都沒有選擇唱什麼歌 但已經跟我們講 有位NBA球星會Fattering跟我們Rap 一聽到這個項目就已經很期待了 至於Edan呂雀安就說 Dame是現在NBA的Superstar 所有打籃球 甚至還未懂得打籃球的人 都可能聽過他的大名 今次跟他合作是一件很crazy 很夢幻的事 但其實我們都覺得 如果我是他 都未必肯來拍MV 還要特地錄這首歌 所以今次很感謝Dame 亦都很開心 Edan亦都說 很friendly 無價值 亦都很肯和我們聊天拍照簽名 是一個很nice 很有善的超級巨星 至於一向都很喜歡打球的阿姜 亦都是阿Dame的Fans 他就說拍MV當日 自己要求要幫忙傳球 他都笑稱 阿Dame有個Mine咀位 要拍傳球的Shot 我就搶著他傳球 機會千載難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MV裏面 這個Mine咀位是怎樣傳球拍球 原來傳球給他的人 就是阿姜 AK還說 今次我們兩地Cross Over合作 挺新鮮 亦都體驗到外國拍攝 crew 做事的方法 他們是很有條理去解釋 給我們聽慢慢去做 至於導演說MIRROR很特別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獨特歌星 拍MV的時候 都能夠帶出富有創意的想法 還有很有能力 阿Dame的Fans 當然是沒得頂 同樣很有能力 這個組合去拍MV 充滿趣味 亦都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MIRROR不少成員都很喜歡打籃球 難得有機會和阿Dame 近身接觸 立即秒變粉絲 每個人都跟他爭著打卡拍照 亦都想跟他近距離接觸 至於NBA巨星阿Dame 亦都有接受訪問 他就說 本來他計劃來香港找Kate Cruz的拍檔 Rose 他就介紹我認識了MIRROR 於是有機會了解他們 覺得和他們合作是一件很好玩的一件事 再知道他們想製作一首新歌 當中有一段需要有人不rap 於是我就在香港灌錄rap的部分 並且參與MV的拍攝 他就說 第一次見到MIRROR 深印象就是會有這麼多人去組成一個group 大家還要擁有同一個理念去達致成功 而且越來越多人在一起 就越難去做得好 所以都很好奇他們怎樣可以做到 然後發現他們都很專注去做好件事 是一隊很特別的組合 大家都知道MIRROR有好幾個成員 都是籃球粉絲亦都很喜歡打籃球 喜歡看籃球 MIRROR剛剛完成了他們在LA站的巡迴演唱這一站之後 即是幾個籃球迷 即是包括了 所謂著Edan Stanley 和阿姜 兩道現身MBA賽場的觀眾席 一起做觀眾看球 今次更厲害 登上MBA的官方Instagram 可謂成就解鎖 Edan更大感興奮表示 早知就去set頭 證明MIRROR這次的且確真的衝出國際 即是能夠找到阿丁和他合作拍MV 現在做球迷去看NBA 都成為了NBA官方IG的其中一個報道 相信對於他們發展海外市場很大幫助 開演唱會已經很多人留意 現在跟NBA巨星在這個籃球界應該會多了很多人 包括了外國尤其是美國的NBA球迷 多了很多人認識MIRROR他們一班成員 AK亦有出帖說 因為AK亦有份在之前的賽事 現場看NBA比賽 副隊長也在場 不過他坐的位置就比較偏遠 他亦有出帖說 小時候專注踢球 不懂籃球的浪漫 大個才慢慢感受到他的魅力 第一次來LA又看一次球 當時Kobe 即是Kobe Byron剛剛退役 無緣看他的英姿 誰知昨天James都沒有落場 可惜 但不要緊 其實我主要就是來看拉拉隊 和買了兩件球衣服 hashtag我想學打籃球的教練 不少網民都留言 召喚陳仔陳雀妍 教他好兄弟的AK打球 至於登上了NBA官方IG之一的阿姜 亦有社交平台貼上 他就說 Amazing like 終於來到小時候夢想的地方 感恩一路上的緣分 感受到大家平時應援 和叫我們明治喉嚨的痛 即是他終於感受到自己做Fans 當時想起薑糖 平時怎樣揭絲抵你的應援 即是相當之顧及Fans的感受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首歌 的確好像他們訪問所形容 真是一首很有新鮮感的一件事 尤其是呢 今次呢 這一種比較HIPHOP的一種歌曲的歌路 是MIRROR未見過的 加上Dame的RAP 其實令到這件事呢 首先呢 就唱英文歌 再加上找到荷里活的導演 那個陣容呢 就相當之大陣仗的 那出來的效果 我看完那個MV之後呢 也都沒有什麼令大家失望 始終MIRROR唱歌和他們的演繹 加過第一 大家聽過第一首Romeless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定的水準 也都不用太過擔心他們 會不會唱得很差等等 反而呢 就是我見到今次呢 他們的節奏感呢 也都掌握得不錯 尤其是呢 今次呢 特別要讚一下這個製作團隊 因為可能找到這個 這個荷里活出名的導演 去幫忙執導 所以呢 令到畫面上的表達呢 就比之前好很多 大家經常都救病啦 就說 就是 這個Megaview啊 或者ViuTV呢 就是在製作上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都省水省力 那今次就沒有了 那就是值得一讚 就是呢 他們做得好的時候呢 就需要欣賞他們了 其實 過往MIRROR的團哥 製作都不差的 那今次呢 在這個 導演的 著名導演的執導之下呢 畫面上的表達呢 就更加好 那尤其是呢 可以表達到呢 他們跟 阿Dem的合作 有些互動呢 我覺得畫面上 拍得很好 那 那首歌呢 也都節奏感強勁 也都非常之感聽 我覺得呢 嗯 我自己個人就喜歡這首歌呢 多過Virma's多一點 那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Hip Hop的感覺 給我一種新鮮感呢 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這首歌的曲風了 至於呢 聽到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MIRROR呢 跟阿Dem的合作 這一首新的 英文團歌 Day Zero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呢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